女孩学网红自制爆米花意外离世办公室小野回应绝不是 最近山东女孩模仿网红自制爆米花离世的新闻引发广泛关注 事发后,涉事网红办公室小野及其所在公司一直持不予回复的逃避态度 直到9月10日才发文称小孩自制爆米花与自己发布的视频无关 还从网上找到相关文章图片等,立正自己清白 哲哲爸爸立刻兑回去哲哲一时清醒时 我曾问过哲哲是不是看了办公室小野的视频才自制爆米花 当时哲哲明确点了头,视频的发布者应该对自己发布的内容负责 如果只想着流量和人气而发布一些无底线的视频,这是多自私的行为 对于这样不负责任的网红和公司,视频的发布平台是不是应该对其进行限制,甚至是封号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